《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0号是《建民论推墙》的1982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谈 习近平呢通过马克龙访华 希望离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离间美欧的关系中共在里面插上了一脚 习近平想左右逢源 在美国这边去打压一下欧盟 在欧盟那边打压一下美国 两边讨好 两边得势 这是习近平的想法 那么对马克龙这种软骨头呢 习近平给他一点点订单 马克龙马上就上当了 所以马克龙访华回去以后 在欧洲发表的所有的这个演讲的内容 是遭到全欧洲对他的意志抨击的 而这种反应呢 马上就反映在七国外长会议上面 最近工业七国外长一起在日本开了工业七国外长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面 大家一直对马克龙这种出卖欧洲的利益 讨好中共的这种嘴脸呢 就是表示非常的不齿 而这一次七国外长会议上面 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什么 就是工业七国的意大利 完全有可能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了 也就是意大利如果退出中共一带一路 那对习近平那个脸打的是啪啪的啊 为什么意大利会要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呢 显然就是为了加强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合作 为什么意大利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欧洲议会 欧盟理事会 欧洲职委会 他们在4月18号就宣布了欧洲芯片联盟法案呢 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 就是整个欧盟预期投入431欧元 打造欧洲的芯片产业链 并且吸引呢 就是其他国家 尤其是亚洲的厂家呢 到欧洲来投资 那么吸引的厂家主要就是来自于台湾啦 韩国啦 日本啦 那么希望他们带着技术呢 到欧洲来投资 建立欧洲的这个芯片产业链 那么欧盟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到2030年能使欧洲 它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量呢 能在全球至少能达到20%以上 而参与所有欧洲投资的国家 毫无疑问来讲是要符合 要符合美国以及美国和美日欧等全部联合的这个芯片产业联盟里面 定下来的这个规则 就是完全要中断跟中国芯片产业的全部联系 意大利它当然想分一杯梗啦 作为工业七国 在欧洲投入430亿欧元 打造这个强有力的芯片产业 并且提高整个国家的芯片制造技术的话 那意大利不可能不想参与啊 问题是你要参与就必须要断掉跟中国的联系 根本不可能在芯片产业上跟中国有过丝毫的联系 这样意大利就面临着 如果想加入全球的这个芯片战略联盟 那就得跟中国去断掉它曾经签署过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自己2019年就是在疫情之前啊 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的时候 跟时任意大利的总理把它签下来的 一带一路呢看上去很热闹 但是呢 一带一路呢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心病 一带一路所推广的所到达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穷国小国 基本上都是帮着中国来看穷热闹的 跟中国手上大把拿钱的 真正实际意义上 跟中国能够有外贸贸易联系 延伸中国对外的这个经济联系 对外的贸易战略 那么根本都是穷国家 你玩不起来啊 这穷国家啥话都也没有啊 而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工业器官里面加入一带一路的 所以说当年习近平做下这笔买卖的时候 习近平是非常兴奋的 他是在2019年 当时中美之间已经爆发了贸易战 习近平就是想去挖美国的墙角 到欧洲去挖美国的墙角的 他出访意大利啊 西班牙 最终他在意大利呢 跟意大利谈成了就是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一带一路战略 那么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从谈下来到现在 这么几年没有什么太多进展 这主要就是中国有疫情三年嘛 那么疫情三年实际上就基本上是当时投入意大利的一带一路战略呢 就基本是停摆的 但是并没有中断 而且按照协议呢 如果大家不中断到明年2024年还自动许约 那么这时候 意大利现在面临着就是要不要加入整个以欧美打造的全球的芯片战略联盟 如果意大利它不加入 那就意味着工业机构里面它是唯一一个没加入的 那么它就有可能被工业机构边缘化 那么如果你要赶烫 就是绝对不能丢失自己在工业机构里面的地位 尤其是欧盟这次有430亿欧元的投入 意大利绝对要分到一杯梗的 那意大利只能是嘛 就是跟中国断掉一带一路联系 然后呢加入到欧美的这个芯片联盟里面去 通过台湾的芯片输入 绑定台湾台积电的这个芯片技术 最终什么 最终让意大利在半导体和芯片产业上面 在欧洲呢也有一席之地 所以说意大利如果选择退出一带一路 对习近平来讲就是连打着啪啪的 因为北京马上要举办一带一路的战略峰会了 如果这个战略会议上面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来参加 来的全部是穷国小国这些交贩花子到北京来伸手要钱的 那么习近平不就再次沦为国际笑饼吗 也就是习近平总是架在一群黑大汉和一些扎着白头巾的这些人中间 习近平感觉到一个人是多么的可怜啊 也就是没有一个全球发达的民主国家跟你中国交朋友 来的都是举着要翻棍子 拿着要翻碗的 然后跟你去讨钱的 也就是习近平不给吧 人家下次连这些人都不来了 习近平没给吧 这不就是无敌动吗 所以说呢 当时习近平拉拢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呢 习近平是辈儿有面子 因为意大利毕竟是工业弃国啊 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民主化国家之一啊 当时意大利为什么愿意跟习近平牵这个一带一路呢 那主要是意大利当时他因为自身的债务危机 他需要中国来帮忙 而中国一带一路呢 本身就是呢 就是要解决一大网资金和债务的 那么意大利既然你有债务危机 中共就讲你加入一带一路以后 我们来给你投资 我们来帮助你通过拉动基础建设以后 然后来缓解你的债务危机 当时中共这样去做 在欧洲它是深入了很多国家 包括乌克兰嘛 中共本来在乌克兰签进一带一路以后 是可以通过乌克兰 就往欧洲里面去挺进的嘛 只不过是因为俄罗斯发动了俄乌战争 那么实际上中国跟乌克兰的这个一带一路协议就完全是荒废了 也就是乌克兰并没有给中国打进去 本来中国通过乌克兰是可以打通欧亚大陆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一步搁浅了 那么意大利呢 中国作为西方国家能够升进去的一个项目 显然中共是引以为好的 那么问题是现在意大利很可能跟你中国就要去分道扬镳了 因为从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战略设想上来讲 是为了创造中国贸易的新伙伴 对抗美国在全球化战略里面把中国的边缘化 因为自从美国提出了全球化以后 几乎美国把大量的产业都是放到美国本土之外去生产了 也就是全球化嘛 美国国家都可以生产 生产的东西全球都可以享用 在这个里面呢 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 因为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正好是美国提出全球化战略的时候 大量的这些产业进入到中国 大量的投资进入到中国 由于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巨大的人力资源 而且中国有巨大的资源 这是别的国家 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 一 你没有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 第二个 你自身市场没有那么多人口 你没有那么多消化能力 第三个 你自己原材料的供应不出 而中国地大物博 几乎这些所有的优势中国全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工厂一下子就在中国建立了嘛 全球几乎所有的发达民主国家 所有的世界五百强都到中国来开办企业 都到中国来投资 因为人家觉得把这些资金投到你中国来 就地生产 就地消化 我就大把的拿走银子 拿走利润就行了 投资很少 回报很大 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 也就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那一样东西卖一块钱 销售一次就是十几个亿啊 所以说对于全球搞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 一拥而至全倒到了中国 那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 那么作为党国也赚个盆满钵满 所以说GDP一下子就要升到全球第二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它一想维持这种全球化呢 那显然是因为贸易不公平受到美国的打击 加上中国这么多年来对美国盗窃啊 抢夺啊 刺探别人的军事技术 人家的国防技术 然后对美国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 引得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啊 尤其是三年这个动态清零期间 中国大量的把这个武汉病毒 渗透到全世界以后 全世界对中国都非常的反感 因此大量的产业从中国已经现在全部离开了 很多产业都是连根八起啊 那么外贸外企大量的跟中国断供断绝往来 完全脱钩之后 中国现在再也谈不上 你什么世界工厂啊 你没有世界工厂的优势啊 因此中共呢它只能是什么 通过去延伸所谓一带一路 然后防止被美国边缘化 也就是中共它的如意算盘就是 只要是把一带一路延伸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 先从中小国家做起 最终每个国家都有中国的这个产业规模 我都有中国的基本建设 都有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人马 中国的人民币在渗透到当地 这样你美国想边缘化我们 你边缘不了啊 因为全世界市场跟我中国都有关系啊 这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上 那么战术打法上呢 就直接打法怎么打呢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给中国 这个严重的产能过程的基建产业呢 寻找相关的国外市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啊 以及贷款啊 它通过亚投行啊 给这些国家里面贷款呢 它是有相应的 可口的条件的 就是凡是你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些国家 你那你接受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呢 只可能是基建项目 其他项目不来的 那些做慈善的教育啦 医院啦 中国是不投入的 中国要投入就是投入你当地的 主要的大型基建项目 比方说 机场啦 高铁啦 轻轨啦 体育场馆啦 码头仓储啦 高速公路啦 大型商务展览中心啦 也就是中国要投入的都是当地的 主要的楼堂管所的机场建设 基本建设 这些基本建设都是属于不动产 你是拿不走的 而中国它投入这些基本建设呢 它就可以愿意把它自己的这个严重过程的产能呢 就把它呢 延伸到海外的国外市场上去了 那么首先是建设的项目 是大型场馆建设 是大型基建项目 其次所有建设的过程中 你们必须全部购买中国的基建材料 使用中国的基建产品 这样中国包括高科技的什么华为啦 中兴啦 以及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基建材料 全部延伸到你们国家 至于这些材料里面有多少是豆腐炸工程的产品 那就管不了了 先把它拖过来再说 所以说整个项目的建设 它使用的产品 使用的材料 使用的科技产品 必须百分之百是中国来源建的 这是指的第二项条件 第三项条件就是 必须完全使用中国的基建公司 和中国的人力资源 也就是你整个场馆的建设 它这个承包方和这个下面的施工方 必须是中国的建设公司 那么中国的建设公司 就是把中国的劳动力全部带出去啦 就消化掉啦 当然给你当地会消化一部分劳动力 但你那些劳动力就是来干苦力活的 只占整个基本建设里面 所有劳动力用功里面 能占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就不错啦 绝大部分还是中国派过来的 就中国的大型的基建公司 全开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去了 第四个就是 中国所有投入的这些产品 全部用人民币折算成美元 最终用人民币购买的材料投入过来 也就是实际上党国花出去的银子是人民币 但是把这个人民币折算成美元 告诉你这个国家 你欠了多少万美元啊 最终还的时候 你必须全部是用美元来还 这样就变成了 我们没有消耗我们的外汇储备 没有用美元 用的是人民币 而我们回收的 就是收回这个账款 我们收的是美元 这样不就是中国 它可以增加它的外汇储备嘛 这是指的第四项 那么对于这些接受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些穷国小国来讲 它们是否会接受中国这么苛刻的条件呢? 大部分穷国小国是都接受的 因为它们本身也没有材料 也没有来源 也没有任何生产这些大型厂馆的 它们的这种技术能力 它们的这种施工能力 那你中国你来就是了 反正材料都用你中国的 钱你投入是人民币也好 有美元也好 反正到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基础的大型厂馆 它全部立起来 能够投入使用就行了 至于这些立起来的这些厂馆 是不是豆腐杂工程? 那你觉得这些穷国小国 它们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 能够去鉴定出这些工程不合格吗? 只能先用的在说啊 有问题中国工程公司在修啊 因此来讲的话 对这些整个厂馆的建设 使用的中国资金 中国的材料 中国的劳动力 人家是完全接受的 至于人家也留一点好处 那毫无疑问来讲 你既然把这个资金投到我们国家来 在我们国家建设大型的厂馆 那你说啊 给我的在国内的这些家族企业 留一些用工的这个机会 也就是把家族企业安排一部分用工 参与到项目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分到一辈子 搞到一部分钱啊 也就是除了当地的什么总统啊 酋长啊 当地实际控制一带一路工程啊 当地这些地头蛇 他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分到一部分工程内容 分到一部分工程款 他们可以贪污一部分工程款 并且把家族里面安排一部分劳工 到这个里面去用工 然后通过用工上面再去剥削 搞一部分钱之外 那么基本上来讲 所有一带一路项目 都是当地这些官府跟中共勾结以后 然后在当地立起来的项目 讲起来中国的支援 实际上这些国家已经被账了沉重的欠中国的这些债务 这是指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到小国家 穷国家没问题啊 但是你到意大利这种工业器国 这种发达的讲究信用的 这种契约化非常严格的国家 那你如果这样去玩 你就玩不下去啊 因为对于像意大利这样的工业器国来讲 中国大陆开出的各种条件 它的这种可口性啊 作为工业器国之一 他们没办法不去遵守 因为如果有协议 只能按协议来遵守吧 意大利是讲究契约的工业器国之一嘛 但是遵守就完全丧失了市场公平的规则 丧失了和台湾台积电合作的机会 丧失了意大利作为欧洲的主要国家 加入欧盟获得欧盟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的这个广大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 意大利不能不考虑 继续跟你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就会丧失台积电这种世界级科技巨头 对意大利对整个欧洲的投入 那人家意大利要算算划算不划算啊 很可能是吧 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为了维护欧洲的安全 为了维护工业器国 以美国为首的芯片产业联盟的这个契约 最终什么最终去抛弃你中国 跟你中国就中断你的什么一带一路 因为对于台积电这样世界科技级的巨头 意大利不可能随便舍得放弃的 因为这样的科技巨头 台湾是有的 中国大陆是没有的 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大陆永远也别想有了 为什么这么去说 中国大陆虽然人口有14亿 是台湾2300万人口的60倍 看上去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文化同语言 然后同中同主同血脉的华人 在欧美名校大陆和台湾一样都有非常多的高科技人才 如果按照比例上来讲 大陆至少应该有60个台积电这样规模的世界芯片产业巨头 但是中共为什么一个都没有 因为中共这么多年来就是靠头靠抢 靠坑蒙拐骗 实际上中国在全球真材实学的产业 世界级的产业中国一个也没有 而人家总部涉及台湾新竹的台积电有多牛 全世界最高端的几种芯片 无论是高通、角龙、苹果、A系、华为、麒麟 都是由台积电生产的 它一家企业它占了全球这个高科技 芯片产业产能的50%以上 这为什么人家台积电就做得到呢? 因为台积电有大量的人才吗? 你觉得中国大陆的人才少吗? 你去考察一下欧美那些大公司 你觉得中国的那些人才少吗? 马斯克的火箭公司叫SpaceX公司有上万个职工 但是这上万名职工里面将近百分之十有千八个员工 是出自于中国的类似于清华、交大、东大 就是中国的重要的理工科专业 你知道北大数学系的当年大家称授的四大数学天才都在哪吗? 一个叫许成阳,许成阳已经当了人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 一个叫应志伟,应志伟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教授 一个叫张伟,张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 还有一个叫朱新文,朱新文去了加州理工大学 在加州理工大学之教 就年当时满分靠近清华的状元女孩叫何碧玉 最终他大学毕业以后也是加入了美国的纽约大学 至于那些很多中国一流的人才,比方说阎林嘛 阎林在清华是清华年轻的优秀学子 但是在中国他就怎么样他都屏不上院士 他到美国一屏就是两个院士 正是因为美国证实了他的价值 所以中国深圳再把阎林请回去 去出任什么生命科学院院长 现在阎林到了中国还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这还要等待领导日后提拔呢? 如果是提拔不上去 说不成阎林再一次就是第三次原则普林斯顿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中国的人才留不住嘛 为什么Chart GPT没有出现在中国 为什么美国总是能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这其中就是至少是美国是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 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都留在了美国国内 而大量的中国这种学有成就的中国的优秀人才 回到中国大陆的最多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人工智能基本上是华人科学家的强项 这个里面包括目前最火的Chart GPT 里面有非常多的华人科学家 包括来自于牛津大学啊 麻生理工啊 斯坦福啊 清华大学啊 这些优秀的华人学者有的是 所以说任正非曾经感慨过卡住我们脖子的不是老美 而是我们自己没有留住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人才通通都在人家美国 那是人家美国重视人才啊 而人才为什么不回你中国呢? 而台湾为什么大量的人才人家在海外 学生归国以后都要回到台湾 效命于自己的祖国的 你去查一查 所有台湾的毕业生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是回去的 而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优秀的毕业生 可以讲百分之九十是留在海外的 为人家做贡献的 当然在海外有很多人被共产党推动招募神 签议学者也就是出卖自己的良知了 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 只不过就是人家所有台湾派传出来的学子 会最终百分之九十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才智 而中国只有百分之十愿意回去 一个是一比九一个是九比一 你说是谁强大吗? 如果你中国真的那么强大 为什么人才都不愿意回到你中国的所谓祖国内里去呢? 而是在海外离岸爱国呢? 尝到了马克隆访华 习近平成功的离间了美欧以后 习近平信心满满啊 他现在不断地在加强叫金钻五国 因为按照习近平的想法 金钻五国的GDP不低于你这个工业七国啊 也就是习近平只要把金钻五国 因为金钻五国里面南美拿了巴西 亚洲还拿了印度啊 金钻五国既包含了这个南美的巴西 也包括了非洲的南非 还包含了印度 习近平觉得这几个国家第一总人口很大 因为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 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就要等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了嘛 那么再加上这几个国家是新兴发展国家 他们的这个GDP也很高 习近平所以拉了金钻五国啊 这次巴西的总统叫卢拉 卢拉到中国来访问 当卢拉来访问 尤其是卢拉说出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多么的不要脸啊 卢拉他居然跟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的观众说 他经常看中国足球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要脸 这个不要脸不光是中国共产党 可以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客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无耻的话都敢说啊 巴西的总统看中国的足球啊 你觉得可能吗 巴西任何一个小学校里面听出来的足球 都要高于中国国足不知道多少倍 巴西总统看足球看中国足球队的足球没睡着啊 但是巴西总统他为了讨好习近平为了讨好中国 他能说出他喜欢看中国足球的话 在我看来就等于是太监说自己最喜欢看 男女做爱的那个活样是毫无廉耻的 但是无廉耻归无廉耻政客要达到政客的目的的 因为他到中国是来借钱的 巴西现在欠了美国一百亿美元 而他现在还不了这一百亿美元 美国再跟他要债 他没办法他到中国来借钱 中国呢就愿意习近平就借给了他一百亿美元 而巴西用中国借来的这一百亿美元 马上就还给了美国 那么还给了美国 中国这一百亿美元不是白给你啊 中国就购买了巴西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大豆 而这一百亿美元的大豆呢 中国是用690亿人民币支付的 然后巴西再用这690亿人民币 还掉你中国借给他的一百亿美元的债务 这个交易一下子什么巴西说他双赢 中国说他双赢 美国也说他双赢 等于六赢啊 怎么赢呢 也就是巴西他借了你中国一百亿 还掉了美国 那么还清了美债他赢了 同时他又卖了691的大豆 成功的卖给你中国 你中国支付了他691人民币 而他这个人民币拿过来 他就还掉了借你中国的一百亿美金 这样巴西就赢两次 那么中国呢 中国也赢了两次因为中国他跟巴西虽然是借出去一百亿美元 但是又还回了一百亿美元 他没有减少一分钱美元 而他购买巴西的大豆呢 他没有用美元买 他用690亿人民币买 这样他就是保证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而巴西供给了自己690亿人民币的这个大豆呢 中国正好需要大豆 所以中国呢既没有减少外汇储备 又借给巴西的钱巴西钱又还回来了 我们又托回来 这个690亿人民币的这个大豆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所以中国他认为他也双赢了 而美国呢 美国是首先债务回流了 你巴西欠了一百亿美元回来了 美债收回 同时美国又卖了一部分大豆给巴西 巴西是拿到美国的大豆去赚中国的钱啊 所以说美国也双赢 这不就是六赢吗 看上去大家都赢啊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巴西卖了一百亿美金的大豆给了中国 无非是政客们 你这样算他那样算 算了算去都是政客欺骗人民的技巧 也就是每个人这种算法都觉得自己赢了 实际上是吧 是巴西采购了美国廉价的大豆 根本不要690亿人民币 但是用690亿人民币卖给了中国 中国给了一百亿美金 这一百亿美金巴西就拿了还了美国的债务 他本人欠美国的钱而他自己卖给中国这个大豆 这个大豆有一部分还是从美国拖过来 获取了自己的差价 这玩来玩去玩的不就是个公事吗 所以说巴西这个总统叫努拉 努拉是一个冶金工人出身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非常热衷共产主义理想 他痛恨的是美帝国主义 他热爱的是习近平热爱的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 所以他在中国访问期间 他还专门访问过这个华为的工厂 他说他绝对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能跟北京结成联盟 也就是北京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这就是中国现在在全球拉拢的这些中间国家 除了习近平要拉拢这些核心的利益同盟 就是像俄罗斯、伊朗、北韩这几个邪恶轴心国家 其次还要拉拢一下巴西、印度、包括南非 这些所有的中间国家 用这些国家一起结成经济联盟来对抗美国 这就是习近平的算盘 但是无论习近平算盘怎么大 也无论巴西的总统努拉 什么喜欢看中国足球多么不要脸 最终像意大利这种工业气国跟你中国分道扬镳 跟你终止一带一路协议 而建立全球的新变联盟 最终卡住你中国 这是大势所趋 所以说呢 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分析 习近平现在是举步维艰 随便他动手脑筋 最终呢嘛 最终他就是被甕种作变 被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正义联盟 困死在他这个核心联盟中 他只要跟普京始终狼狈为维艰 那么最终普京上审判来的时候 一定是带着他习近平一块去的 好 今天的节目 我就跟大家说的这里 谢谢大家